周六周日,节目最適合看 我简有擅长英资讯台 血液其实是有寿命的 大家猜猜红血球,白血球和血小板当中 哪一种血细胞可以生存得最久呢? 原来帮我们抵抗细菌入侵的白血球 一般可以存活几个小时至两天 而红血球存活120天就会死的了 至于帮我们凝血的血小板 原来是最短命的 它只可以存活少过一天 所以每天都会有血细胞离我们而去 那人体又如何平衡每日失去的血细胞数目呢? 就是要靠骨髓去制作了 骨髓入面的红骨髓有做血功能 因为它有做血缸细胞 所以可以制造红血球、白血球和血小板等等的血细胞 不过万一骨髓病变 就不能够制造正常血细胞了 病人首先就要接受化疗 清除了病变的骨髓才可以接受移植 病人做完骨髓移植之后 骨髓就可以回复功能 重新做血 制造一些正常的血细胞了